今天是3月30日第一节 在美国的苹果产品 苹果公司说可以让消费者有分期或后付 可能这样会否推动群众用多些苹果产品 在菲律宾一艘船上因为大火而烧死了31人 也有7人仍然在失踪 有些死于火焰、有些死于浸死 本来船上有250人 在法国的地区请了40只羊来帮忙 清理石逢之间的草 因为在COVID-19时 草生长得很快 因为那里是没有车闲 也很潮湿 有很多这些地方有碎石来做的路 而这些路 深海长的草要清除 他们其实不是初初选择用羊来吃草 来帮忙 初初是想用火烧做清理 但这个费用很高昂 而且很多时也让石与石之间的缺 造成葱车的车车车烟 造成危险 有些也不赞成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曾经也试过有危险是这样的 所以这次采取用这个样子,他们尝试效果很好,也不浪费这个钱 丹麦的剑击联会取消了国际剑击比赛 因为国际剑击会是FIE准许俄国和白俄参加赛事 巴西的前总统他当时在1月的时候就离开了 因为他当时在社会引起动乱 政府就说是因为他而有份 当时因为他不承认是落选 他是属于右派的,不承认输了 现在他终于由美国回到巴西 不知道他需要否负责任 根据BBC说 暂时第一节是这样,拜拜